昨日我們講到,田碑忽然跟著陸書奇說:"我聽過這幾年,你在山下的時候,和老七的交情好像越來越深,更加因為他幾次被你師父責罰。 甚至還有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當著道元師兄和你師父他們那幫人的面,拒絕了墳向谷谷主的太親。 是嗎?陸書奇怎麼都猜不到,田碑忽然會當著自己面講這種話,不知道他什麼用意呢? 使得他整塊臉都紅了,抖低頭,心都不知道多麼慌亂。 這個本來跟他一向陌生的田碑忽,突然講這種事情,比在他一向很敬重的師父水大師面前更加使他驚慌失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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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絕別人的提親,不是因為他,是我自己不喜歡,所以...所以... 是...我知你不喜歡那居人,又不是喜歡我們 إن牢忽呢? 嘩嘩!這句單憑說話一問出來,陸書奇覺得在腦海裡摸一聲,整塊臉更加火辣這麼 behaved, 他望望田不易 见到田不易目光炳炳 正是看着自己 在这个目光的注视之下 六书奇突然间 不知在哪里来了一股勇气 一坐坐着他的身体 深深地吸一口气 是 我 我是喜欢他 这句话 讲得斩钉截铁 没到半分的慈而反复 就像他清凉的眼光之中 没到丝毫的杂质一样 田不易望着他 忽然间 嘴角那条线 轻轻地打横伸了出去 他放声大笑起上来 笑得这么肆无忌惮 笑得这么油冲的欢喜 六书奇快面本来又好兴 现在被他这么一笑 当堂就更加红了 倒下头 不知不觉之间 他对这个又矮又肥的师叔 反而感到更加亲切 等到田不易笑声一停 六书奇 先微微笑一笑 但是跟着 有一阵莫名的伤感 可惜 现在他 各位师长 恐怕都不用得到他了 你说如果他能够回来清云 那多好呢 什么叫做返回来 我从来都没说过 将这个八成的家伙赶了出去 他从来就是我们大族观的弟子 鹿鼠旗疼一疼,一時間他不明白田畢宜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不是擔心你師父? 師父,其實師父的老人家都是為我好 他沒有錯,是我錯而已,我知道的 屁!田畢宜突然屁一聲,還吐了我的口水 你這麼粗魯的舉動,真是嚇了鹿鼠旗一跳 他擔高頭,望望田畢宜 田畢宜,向著青雲山的方向,眉了眼 之所以我還,你師父,現在似十足,你祖師婆婆 你自己不明白世情,什麼都要理 偏偏還特別喜歡理你弟子的心事 我看啊,他現在跟師父一樣,老道都老懵懂了 田師叔,你怎麼能夠亂說的呢? 你放心吧,辦完這件事之後 你呀,你的事,爆在我身上 什麼呀?什麼事呢? 講起來,說起來,也不只你一個了 你好像還有一個叫做文敏的師姐,的嘛? 是…文敏師姐,他跟你們大足風的宋大人宋師兄已經不錯了 宋大人 傻头傻佬 整块木头 文文师姐 师弟和我们谈起宋先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的 田不宜领领头 看来 对他那个坎厚有余的大弟子 他真的有几分的不满 唉 你这个人 算了 那你放心 第一回到上去之后 我会亲自上的小竹风 魏又好 西又好 从此 我要为门下那两个不诚气的家伙 和你师父当面求训 这句话一讲出来 陆书奇当同满面通红 这件事 他真的从来都没想过 心急起上来之后 他只要说 田师叔 你这样的 你再笑我 我 我 我生气的了 我哪里都是笑你呢 我说老实说话 我什么时候笑你啊 难道你不愿意嫁给我们老实说话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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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那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 一下子 陆书奇疾住了 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那块面 都不知道是怕丑啊 他说 他说心急 本来雪白的面容 变得一片通红 甚至 连条颈的皮肤都红了 好啦好啦 我亦都不多 说什么啦 我看你这个人 本来就好聪明啊 所以我什么意思 你肯定就知道啦 陆书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慢慢 他也振振下来了 美丽的面容上面 虽然还有几分淡红 不过眼神 已经变回 刚才一样这么清凉 是 弟子明白 那我问多你一次 你愿不愿意 嫁给我们老七啊 陆书奇的面又是一红 不过这一次 他其实显得很松容 就像刚才那样 斩钉字帖的嘛 是 我愿意 田不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面上面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但是 田师叔啊 你刚才 你刚才是说他 可以重新回到清云 哼 十年前 是清云山上 已经是真相大白 浪策之水出走 事后我想了几次 都觉得其实 不关老差事 他根本都没有做错了什么事 结果就是这么任叉扬错 莫名其妙 这样就扮出了清云本 我这世人 就是收过柴的弟子 虽然他们都不是这么成熙 但你如果说 要我徐徐扁扁就当没有了这件事 胡理胡逃就当无收人的弟子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陆雪奇听了这番说话 就好像本来茫茫的黑暗之中 见到一线光明 这一刻真的又惊又喜 田北又说 我都知道 如果现在 要将老差重归入我们清门 中间就有很多波浅 但是 这十年来 我始终留意老差 他天良总在 从来我没听过他 做什么 上天害你之事 是啊 我都留心过的了 虽然他入了魔教 但是 一直都没做过什么坏事 说到这一句 他忽然间 又发现田北已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发现面不禁一红 就不敢再说下去 你都算是犹心人了 你十年 我想你肯定好不好过 总之 只要他还认我这个师父 那么他的事 不是 是你们的事 我怎么都不能够不理 弟子 多谢师叔了 好 好啊 田北已忍不住又吞起上来 似乎 刚才那阵 兴之所致的聊天 小过高兴之余 也都显得有点疲倦 而面上的黑气 又厚了几分 田师叔啊 你现在都不是 说那么多事的时候了 你快点再静养多一阵 田北已点一点头 重新闭上了对眼 陆书奇深深地吸一口气 他将自己心里面 被田北已那番说话 搞到一些躁动荒乱的心碎 也都慢慢平伏下去 闭上了对眼 不过嘴角 依然露出一丝 淡然的笑意 隔了一阵 陆书奇也都闭上了眼 又运用自己灵弱的感觉 替田北已互发 但这一次 他觉得有点奇怪 照计 田北已面上的黑气又重了点 那么他的伤势 似乎就并未好转 现在正坐调养 那么他的功力 肯定也有所影响 刚才 他稍微讲了久一点说话 咳了上来 咳到还有一点气喘 为什么现在一眉上眼正样 他的呼吸 居然自己都听不到呢 他忍不住眉大眼 又看一看田北已 这样才发现 这个自己很久都没见过的大触风田师叔 比自己记忆中的样子又肥了很多 虽然他的面型没有变到 但他本来是矮矮肥肥的身躯 比之前 阔了成两圈有多 所以现在看上去 穿在他身上的衣服 甚至是绷得有点紧 虽然 向来田北已都有点发福 不过 不过 现在陆书奇看上来 总是觉得 田北已这一次 肥的有点不对路 但是怎么不对路 他一时间又想不明白 但是 他不禁有点担心 上来 虽然 他刚才 在破了棺材的禁制妖法的时候 用的是太极原清道 再加上天书妙法的神通 不过简单几次交手之下 那股禁制田北已的诡异 也都令他非常吃惊 这股这么强盛的扰力 是自己从来都没见过的 想到这里 陆书奇觉得 还是应该问清楚田北已 看他受了什么伤 这样 再决定 到底是他留在这里 当他和自己一起 分得清闻门 这样才好 于是 他轮转身 刚刚的开口 怎么知道 在这个时候 一直都闭目养神的田北已 忽然睁大对眼 上眼之中 精光四射 不过 他不是望着身边的陆书奇 而是面容微微扭曲地 盯着那个直静的夜空 陆书奇只觉得心头一瞳 他顺着田北已的眼光 向前一望 哎呀 他都不敢吓着一跳 只见在黑黑的夜空之中 一道黑影就像闪电那样 在天边那里直飞过来 这道黑影 周身都包裹着一团黑气 未飞到来 一股澎湃的扰力 就已经空涌而至 田北已慢慢地站起身 陆书奇有点紧张 他觉得口唇有点发干 田师叔 是他呀 田北已点了点头 陆书奇双眼 也都马上钉着黑影 他叹了一口气 没有再出声 只不过 手里面的天爷神兼 下光流转 已经发出了 天蓝色一样的亮光 风声呼啸之间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落在仪庄的院子里面 一站定 就发现了面前的田北已 和站在他旁边的陆书奇 这道黑影疾了疾 不过 也都没有什么惊恶 或者惧怕的意思 斩眼之后 反而 这样怪笑了几声 陆书奇双眼看看 这个人 全身都被一层 深厚的 不断翻涌着的黑气笼罩柱 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形面貌 但是 只是听他刚才那几声的怪笑 他就怎么都听不出 这把声 就是自己印象之中 那位和外 持重的掌门师伯 神秘人 打亮了田北已和陆书奇几眼 最后 又望望陆书奇手里面的天爷神剑 是他 教你出来的 田北已哼一声 他看着看 那神秘人 身边 又显得更加浓重的黑气 眼里面 不断闪过一丝愤怒的神色 踏前一步 陆书奇目无表情 也都向着另一个方向 走开两步 一时间 和田北已 互乘以各之势 对着那个神秘的人民 田北已一身的道行 又不再讲 就算陆书奇 以他现在的道行 放眼天下 也足以自夸 但是 面对着这两个高手 那个神秘人 似乎非常狂妄 根本好像没有将他们放在眼内 反而发出一阵 沙瓦低沉的怪笑 在这个夜心人症 又是阴气隆重的 废气仪装里面 这些怪笑 显得简直就好像 鬼哭狼豪一样 天不知 你还敢和我动手吗 你看看你自己 入魔禁心 已经完全是杀人 黄魔的本性 除了和你一战 我还可以选择吗 你说我入了魔 又怎么知道 是你自己看不透呢 田北已右手一举 当堂 他那把赤焰仙剑 已经握在手里面 好像火焰一样燃烧 他慢慢地说 看下你这身原音鬼气 你究竟害死了多少无辜性命 灭了多少孤苦的游魂 你有什么说话好说 原音鬼气这四个字 传到入六书旗里面之后 六书旗的面色不一变 面上也都露过一丝 很惊讶的神色 因为听他师父讲过 这种原音鬼气的鬼异邪法 不是魔教的神通 而是相传 早日失传了很多年的鬼道法术 要练成这种妖力 都不知道要吸食多少生人的精气 和那些幽魂野鬼的鬼气练成 可想而知 这种妖力是多么阴毒 但是 如果他真是那个人的话 这一身这么怪异的妖法 又怎么会在他身上出现呢 那就真是匪夷所思 他神被人全身的黑气一阵涌动 从中又传出了几声怪笑 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他忽然间停口 轮转身 望着他后面的天空 田不易同六书旗 也有所发觉 淡过来一望 大家的面色又是一扁 原来 在半空之中 一道人影 也在天空那里 向着这边直飘过来 他的声势 就像惊雷一样 人味道 一股疾风 已经直刮起来 地面一些稍微小小的沙石 都开始滚滚流动 这个人不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威势 他的修行也可想而知 简直已经到了田不易 这样的级数 一时之间 这个废气的异装里面 真是风云汇聚 各方人物都分支搭来 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难道是这个人的帮手 还是其他什么派别的高人呢 如果他是神秘人的帮手 这样田不易和陆书旗肯定的有拜无声 甚至是走不走得掉 逃不逃得脱性命 都很难说 如果你说其他派别的什么人 让他知道了 当日 人人敬仰的 天下正道的第一大派的掌门人 道元真人 今天已经堕入魔道 变成了一个残忍浩杀 凶狠黑毒的人的时候 那对青云门的声誉 肯定也会带来巨大的打击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他又怎么会这么巧 会赶到来这里呢 一时之间 陆书旗和田不易心里面 都不禁有点招集 有时 人生 在巧合之后 又会有更多的波折 正着 跟那个神秘人同 这个人虽然来世空空 但是落地的时候 他说举重弱轻 只听得 撕下 在空气之中 发出一阵清淑的笑声 落到地面的时候 他只是稍微转了半个圈 就站稳身影 另转头 一望墙中那几个人 他整个人窒了窒 跟着 绿书旗也窒住了 田不易 更加整个人都窒了 因为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一下 青云门的掌门 导原真人 入魔的这回事 既然 以往青云门的掌门 他们被剑魔侵入了身体之后 往往都用最后的神智 跟剑魔作一番的斗争 所以一段的时间 在外人眼中就看到他们是神智纷乱 而自己又显得功力的大幅减退 早就知道这个秘密 那些存衛的弟子 就会乘机秘密地将他们的师傅杀死 以消灵这场大祸 同时都维护青云门的声誉 但是十年前 当导原真人第一次施展朱仙剑阵的时候 由于他首先就受了苍蟲盗人的暗宣 所以并没有发挥到朱仙剑阵的十成威力 所以心里面那些杀陆的欲望 也同样减低了很多 所以 那个剑里面的魔灵 在入侵他体内的时候 也都不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而当年的导原真人 他的太极原青度 就已经修炼到上清的境界 所以 就被他用本身深厚的功力 和坚定的心智 将这个剑魔击退 销行渡过了这一剑 使得导原真人以为 自己的功力 已经可以压制剑魔的反射了 所以 他就并没有按照 以往祖师流下来的规格一样 将朱仙剑的秘密 告诉自己的权威弟子 萧逸才听 但是他并没有觉察到 虽然当日他硬硬押退了这个魔灵 不过这个魔灵 他也同时跳动他的心里面 那些潜藏着的杀戮 和贪流的种种欲望 再加上当日他劈向张小凡的一剑 误杀着的逼妖 在内心深处 他隐隐也有一点内疚的感觉 这种种的负面情绪 就像恶魔一样 在这十年来 偷偷地吞逝着他的心智 而他自己呢 他又一点都没有发觉到 到了十年后 他再次发动朱仙剑阵的时候 这一次 还开启了天机印 将朱仙剑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于是 事后 那个剑魔反射的力量 也都同样发挥到极致 这一次 不单是剑魔一下子入侵了他的体内 而杜源真人在这十年来 已经不断地改变他的性格 他性格里面 那些残忍浩杀的欲望 也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看他根本没有想着 要和这个剑内的魔灵争斗 反而一下子 就和这个魔灵合为一体 变成了他就是魔 魔就是他 一个这么怪异的现象 所以 当田不易来找他 劝他及早回头的时候 发觉 杜源真人 不单只说功力没有减退到 而且 还多了一身澹派洶涌 而且根本 又非常诡异 自己从来都没见过的妖力 在杜源真人 在一身正邪合逼的 诡异的法术的攻击之下 田不易 亦都只能够束手就擒 各位 以上这一段 杜源入魔的原因 只不过是小弟的揣测 是想补充完整 朱仙里面 没有交代到的 这段故事的原因 大家姑且听之 就联维一笑 那就算了 如果你说要博古的话 也都欢迎你在六成网站上面 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 让我听下你的见解 昨天我们说到 就是一个神秘人 发出了几声冷笑 刚刚要对田不易 和陆雪奇出手的时候 他忽然间面色一变 令尊头就向着天空方向 直望过去 田不易和陆雪奇 见到这样 也都顺略的眼光 向天上一望 大家的面色都不禁一变 只见又是一道人影 西约崩雷一样 轻地在半空中 直接飞下来 这个人一落到地面 定眼看见了田不易的时候 当堂整个窒息 陆雪奇望见他 也都整个人不禁呆了海 而田不易也都觉得好意外 同时都窒了一窒 原来来这个人 正是田不易和陆雪奇 刚才还提起的 他那个第七的弟子 张小凡 也就是今天的鬼离 鬼离望见田不易 整身也都不由自主地 轻轻震一震 虽然 已经很多年没见 现在看上去 田不易的面色 已经变得有点灰白 新区 还出奇地显得有点臉肿 不过 就算那个样子 怎么变 鬼离依然第一眼 又可以认出 这个 就是自小将自己养大 向自己全宫秀业 是自己从世到大 最敬畏的印尸 他拥有点灰的 他拥大口 但是一下子 一声都出不了 十年了 十年了 好像是千言万语 但是 这个时候 再见到自己师父的时候 他说一句声都说不出 田不易也都深深地看着鬼离 不是 谁来那个该死的鬼离呢 他看到的 依然是十年前 他那个本离 以为他很不诚气的弟子 张小凡 十年了 十年没见到他 当年的那个少年 早就已经生得高大了很多 甚至笨边 隐隐约约 也都见到有一丝的白发 啊 你个爷子啊 这十年 恐怕他的日子都过得很苦 田不易也不是没想过 或者将来有机会 会见到这个 反出清云的自己的弟子 他甚至还想好 如果有机会见到他 当面骂完他一身之后 再仔仔仔仔地教训他一番 有到他 希望他能够翻回头 只不过 当这个时刻 真的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呢 已经想过的 不知想了几多次 去分析他的说话 他一句都说不出 他只是觉得 自己的嘴唇 甚至还有一些战斗 到最后 他只是 轻轻轻地抹开嘴 笑一笑 小小声地咬一声 老賊 这句话 田不易也叫得很轻 但是 在鬼离的怒海里面 他的蛇人 好像卷起了一场波浪一样 以往种种种的情景 在大触风上 和师父度过的那段岁月 所有的点点滴滴 就好像一圈圈波涛一样 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田 他整个人恶然 他呆了 整身都微微地战斗着 甚至 连拍个肩膀的猫仔小灰 也都很少有这样 立声不出 望着鬼离 而鬼离 他只觉得 这个时候 自己的喉咙 好像塞了一块火炭一样 很多年都没有的 那股温暖 那些最珍贵的回忆 一下子 全部回来了 自己自小就最敬重 最敬畏的恩师 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 还叫住他 他情不自禁地撞一声 师父 在那瞬间 他又回到了当年 那个不顾一切的平凡少年 为了个空口 好像火一样的激动 他忍不住脱声而出 师父 一阵沙瓦的怪兽声 突然间 在那个神秘人那里发出 一时间 一时间 惊醒了众人 师父相见 真是令人感动 鬼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他心里面虽然激动 恩喜 恶然 甚至 他将来这个异壮之外 原来当日 鬼离在离开了胡祈山之后 他人情不自禁地向着青云山这一帝一路而来 最后 在陆雪旗领了水月大师之命 落山来找田不义和杜源真人那晚 他和陆雪旗两个 刚刚就前后脚 一起来做了 当年草妙犬的遗址所在 现在那个已经荒废了的地方 只不过 当鬼离回来的时候 陆雪旗已经刚刚离开 两个人并没有碰到面 于是 鬼离就一个人 在那些断壁残缓之间 在那里慢慢地 回忆自己过往的童年岁月 虽然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 但是毕竟 在他人生最初岁月度过的地方 亦都是改变他一世人的地方 正当鬼离陷入回忆的时候 突然间 一股異常诡异而强大的扰力 雪地就像凭空出现一样 鬼离眉头一走 他定神一看 只见 一个黑色身影 已经出现在草妙村废墟的中心 鬼离一望见这个人 当堂的心头一震 因为 虽然不知道来着是谁 但是他身上 殒陷的扰力 真的自己生平紧健 甚至 连鬼王中的鬼王 他的一身魔宫 所发出来的邪力 亦都没有这个人那么厉害 这个身影 就在他一出现的时候 鬼离就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全身气脈 都不敢一阵微微的气血翻腾 有一个拥有着这么恐怖功力的高人 怎么会半夜三更 来到这个荒无人渊的草妙村废墟呢 鬼离觉得他很奇怪 于是就紧紧地盯着他 很快 他就发现 这个人更出奇的地方 这个全身黑色的人影 不是因为他穿着黑衣 而是他全身上下 都被一层不断翻滚的 很诡异的黑气包围着 使人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 他站在草妙村的废墟中心 慢慢地向那座 当年抱质就在那里 救了张小凡的破败廟仔里面 越走越近 走到来小廟面前 忽然一揮手 啪一声 在他全身包裹的黑气里面 分出一支黑色的气箭 啪一声 向着那座小廟的一条柱 就直打过去 啪一声 哇 这支小小的黑色气箭 看上来威力非常之大 一撞 撞到那个团 已经有一些破烂的石柱 通通轰一声 把那条石柱打到粉碎 石块乱飞 条石柱一碎 里面突然间升起四五度幽光 阴气惨惨 原来有几只幽魂 就躲在一条石柱里面 杀石之间 那几只幽魂一出现 小廟四周围 阴气大声 鬼笑连连 你在旁边的鬼里 他心就立刻明白 当年 草庙村那床惨案 受年累冤死的人 有成二百多人 这帮人全部都是枉死的 所以心里面肯定有很强烈的怨念 于是这些死了的人 好多人都变成了冤魂逆鬼 不肯去投胎 一直都在这里徘徊 不肯走 正是因为冤魂惨鬼太多 所以草庙村 才没有人再敢进来住 漸漸就荒废成这样 虽然 由远这里就在青云山下 青云门 也都不想 这些无辜往死的冤魂 不肯去投胎 而变成丽鬼 在那儿害人累己 当年青云门 也都派的人来 做了几场法事 看好多的冤魂惨鬼 化解了他们本身的怨气 使他们往生投胎 但是二百多只冤魂里面 始终有一部分的怨念 特别深 虽然得人做过法事 不过自己始终都不服气 硬是不肯走去投胎 就一直在这里流年了 十几年这么久 这些冤魂逆鬼 本身就接触着一身的怨气 现在被这个神秘人 无端端一挑动 当时就发出了 非常之凄厉的鬼哨 张牙舞酒 要向这个人 来发现自己心中的怨愤 谁知 如果平常人 见到这么多的阴魂逆鬼 对着自己张牙舞酒 肯定是驾到走甲不透了 但这个人一点都不惊 相反 他反而简简单地一伸手 向着那些阴魂一招 那些阴魂一招 黑痴到厉害 拼命地向外面走去 但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他就撒一声 将一只只的阴魂逆鬼 扯到来这个神秘人的身边 然后他身边的黑气翻滚 将那些阴魂逆鬼 一只只的包裹其中 那些阴魂逆鬼 被那些黑气一包包实 当堂 就发出非常凄厉的叫声 然后 渐渐渐渐渐 就消失在黑气当中 看见这一幕 鬼厉的心 好像被那些火烂着了一样 似乎全身血都立刻沸腾了上来 他一看这样的情形 就已经明白 原来这个神秘人 正是靠捉住这些阴魂逆鬼 将它炼化成自己的妖气妖力 这个 是自己的故乡 这座草庙 就是自己小时候玩的地方 是这里留下的阴魂逆鬼 在他生前 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 好友 甚至是自己小时候 一起玩的朋友 他怎么能任由这个人 去残害他 以往那些朋友的灵魂呢 于是 他马上就冲出出去 鬼厉的身形一动 神秘人就立刻发觉 当这个人 看见鬼厉的时候 整个人似乎都抖一抖 跟着 在黑气翻滚之中 就传出他很怪异的笑声 鬼厉大声就说 你是谁 为什么这一树 残害的阴魂 来连化自己的妖力 你们这么伤天害你的事 你不怕有报应的吗 那个人 哈哈 又冷笑凉声 全身黑气一阵翻动 突然间 噓声 整个人腾身而起 直上半空 鬼厉冲出来的时候 已经全神戒备 想着要跟这个神秘人 大战一场 哈 怎么知这个神秘人 只是洗了个虚招 然后另转身 就要走了 鬼厉又怎么肯放过他 于是 亦都架起自己的 细魂棒 向前急追 结果一追 就是追到来 异装之前 还见回了自己的师傅 和绿雪奇 这一刻 他望着师傅 心里面白感交集 其实田不现这个时候 同样也是心情激荡 但是他的阅力 比鬼厉又丰富得多 定一定神 面试一冷 好严肃地 对着那个 被黑气笼罩着自己全身的神秘人 冷笑话 他两个都是青云弟子 你既然敢做了 这么阴质无量的事 难道 从不敢见他还是什么 鬼厉侄侄侄 他怎么都猜不到 这个友谊一身这么高强扰力 甚至 是魔教中人 恐怕很多人都比不上的人 他应该是跟青云们有关系的 这阵时 他在旁边的绿雪旗 嘴角他微微露出笑意 望着鬼厉 似乎感应到他的目光 鬼厉也都望着他一眼 在绿雪旗的微笑之中 在绿雪旗的微笑之中 眼里面闪过一片的柔情 似乎是安慰 但更加像是欢喜 神秘人冷笑一亮声 指一指鬼厉说 什么话 你说他都算是青云弟子吗 田辟说 他是我大竹风座下第七名弟子 这个是我田辟说的 怎么样 道元师兄 鬼厉整身一阵 他整个人都觉得好恶然 过了一阵 他的眼光才是田辟而身上 移回到神秘人面前 什么话 他 他是道元真人 那个神被人吓吓一笑 忽然间 他周身笼罩着他的黑气 一阵翻滚 嘘一声 他的黑气向下一散 露出着他胸口以上的身体 此见这个人 长骚谁空 容貌清古 不是那位得高望重 明冬天下的青云门掌门 又是谁呢 这个神被人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鬼厉更加吃着惊 一时间 他的心头真的好像乱在一样 老海真的一片空白 因为 这件事实在太令人震惊 陆雪奇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是见到这个自己多年以来 真的将他当成神明一样 无比尊敬的人 现在居然变成了这样 他也忍不住心神大震 面色都变得有点蒼白 道元真人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变 但是仔细看下 你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的神情和过往已经是绝然不同了 这个时候 他双眼流露出来的 都是彼以狠毒的神情 还变得有一尸一毫 曾经有的慈悲人心啊 鬼厉上上下地打亮了道元真人的眼 相眉一皱 眼里面不敢闪过一尸的光芒 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可以说就是他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十年前 青云山统天峰 驚天动地的朱仙一劍 劈到逼而魂飞拍散 也都将曾经的张小凡 劈成了今日的鬼厉 对于道元真人的功力道行 鬼厉非常明白 尤其他在鬼王中 和后来几个地方 收集过天书奇述之后 他就很清楚 如果自己只是靠修炼青云们的太极元清道 就算是加上天音子的那个大凡波野公 恐怕自己一生一世 都未必能够成为诸仙劍阵的对手 他越是勤修苦练 对道行神通的认识越深 心里面 对于第二天自己能不能上青云 找道元为迫遥报仇的希望 就越来越觉得渺茫 特地经过十年之后 那场秀妖浩劫 道元真人在青云山再次出手 开动了天机所 以天地灵气为基础 一举错白了所向披霉的瘦神之后 那个好像天神一样的神威 就更加不是人力所及 只不过自己发梦都想不到 现在自己居然会遇见 另外一个这样的道元真人 有个全身散发着很恐怖扰力的人 虽然 现在的道元同样修行是深不可测 但是对于鬼离来说 已经好像触手可及了 杀时之间 鬼离的神情之上不敢显出一阵的激动 道元真人十一声领转头 钉实鬼离双眼寒光一闪 毕竟他都是百年的青云掌门 当年鬼离还是他平凡的青云弟子的时候 面对着洞元真人 就好像面对着神仙一样 现在被他双眼一叮 鬼离的心里面都莫名其妙地有点紧张 下意识地握住拳头 你想杀我? 道元钉着鬼离 冷冷地说 鬼离没有出声 但是石云摩棒 已经出在他的手里面了 道元看一看鬼离手里面的石云摩棒 嘴角似乎有点嘲讽的意思 然后转转头 又看着田不易 同样也问了一句 你要杀我? 是! 你杀得到我吗? 杀不到 都要杀 好 好啊! 究竟好什么呢? 轻日再说 解画珠仙 解画珠仙 特别是大家提出的意见 真的令我有很大的收获 在这里 林敬再一次表示对大家的感谢 另外也有些朋友提出 现在珠仙的故事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下一部故事应该选择什么内容呢? 王逸先生的作品 起人已经演过过一部尋循机 有些朋友曾给我一个意见 找一部故事情节丰富 但是有时 略为拖沓偏长 圆幻武俠架封历史的小说 我也作过一些尝试 所以在这里 我也希望各位古迷 或者是支持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希望大家多点推荐古书 以使我们在将来 能够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回赠更多好的选择 或者好的故事给大家 如果大家是有所推荐的话 希望大家写信来欢迎县海 或者是在六成网站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我再次表示多谢 昨日我们讲到 道元真人望实田不宜话 你都要杀我? 是! 好! 但是 你以为你杀得到我吗? 杀不到 都要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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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福! 除了我和他死鬼萬見日 你一輩人裡面 無論人才膽識 你 都只是排名在我們之下 田碧面上面 略過一絲暗然的神色 辭家再講 你們還有什麼用啊 哦 那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殺我 田碧面整身震一震 一時間都不知道 怎麼回答道元真人 一問這個時候 在道元真人面上 本來充滿了殘忍 詭異黑毒 窮窮極我的神情之上 又出現了一些 好像根本又不應該 同時在他面上出現的 欺切悲傷 田屍體 你要殺我 是不是為了你向來的 你向來的非常尊崇的禮儀道德 公道人審 媽媽 自從和道元真人翻臉了之後 這麼多日以來 這麼多天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道元喊自己田屍 這三個字 一時之間田畢也只覺得心神仿亂 你 你 你入魔之後為非作敵 我如果不殺你 恐怕你就會犯更大的錯 我 甚至是作敵 我 甚至是作敵更大的念 道元真人 道元真人 哼了聲 看了眼 在旁邊全神戒避的陸書琪又問 你這個師叔不肯說 那你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陸書琪的面色都不夠 陸書琪又創白了幾分 他下意識地避開了道元真人的眼光 哆低頭不出聲 十年前 道元真人 去了天下正派的安危 十年之後是為了天下創生 不惜以身犯險 兩次驅動了諸仙劍陣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又怎會搞到 本來是受盡天下人景仰的道元真人 現在變成一個半人半魔的妖物呢 是非因果 對邪正錯 有時候 是這麼糾纏不清 是這麼難分辨 只能夠說 是上天的命運安排 但是 竟然搞成這樣的地步 撒時之間 大家的氣勢 都被道元真人鎮住了 填不以本來大意想言 一心要死身取義 但是道元真人 雖然已經入了魔道 但是一生的神通修行 沒有減退不再過 甚至連他的見識機制 也都十分清楚 幾句話一說 田不以整身有點震 一時間都沒辦法動手 更加沒辦法反駁 好 其實 這些事 不單止田不以的心很清楚 就算陸雪旗 也都是心如鳴驚 這裏都明明白白 如果真是要計起上來 道元真人 對於天下蒼生 對於正派的所有人 都是有再造再生的功德 換了平時 就算是為他要索象立碑 建造功德寺廟 恐怕亦不為禍 但是 可惜蒼天作龍 命運安排 現在 這個本來要受天下敬仰的人 他是落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道元真人在入魔之後 變得神智不清 放手大屍殺戮 那田不宜他們 就算打不贏他 亦都不用考慮這麼多 但是 現在道元真人 清清楚楚地問了他們幾句說話 當堂把他們逼住了 這個道理 應該是怎麼辯解好呢 這氣氛突然僵持住的時候 在旁邊的鬼賴忽然開口 蒼天百姓 和我都再無關係 你做過什麼功德 我都不理 我只是想問你 拿回十年之前 害死逼遙的過一劍的道理 說話剛剛講完 西雲鵬青光大聖 雜時之間 一股冰冷的氣息 在四面八方龍嘲而來 只聽到鬼賴一聲清笑 青光閃動 西雲鵬已經向著道元真人的直衝過去 道元真人面色微微一變 他似乎都想不到 在這十年之間 鬼賴的道行 會精進到這個地步 看他一出手 西雲鵬的齒鵬實急 夾著風雷聲威 青光閃動 用的正是青雲門的太極元清道反 甚至他的功力已經突破了玉清境界 修成了上清神通 尤其在道元真人 這個大行家的眼裡 他更加看出 就算在上清境界裡 鬼賴也修煉到登峰燥極的地步 隱隱若若 已經到達了傳說中的太清之境 站在旁邊的田不二和陸雪旗 在青雲門之中 亦都是齿雷白髓的人物 兩個人見到這樣的情形 亦都不夠面色眉眉一變 望著對方一眼 都看出對方眼裡的惡然 只不過田不二是第一次見識到自己這個弟子的真實本事 覺得有點驚奇 而陸雪旗的眼神之中 他說分明有點驚喜 道元田不二和陸雪旗當然不知道 鬼賴這十年來 他的遭遇可以說的坎苛波折 但亦都機緣巧合 這個時候的他 是人世間唯一的人 修煉了天地第一奇書 天書前四卷的人 這卷天書來歷非常之神秘 其中的妙法神通可以說是變幻無方 數起來 當今天下最輕盛的幾門修真的功法 又好像太極原青島 大凡波野宮 甚至是魔教的魔宮 都跟這本奇書有關 而這卷天書 鬼賴一個人修行四卷 他的神通修行可想而知 不過鬼賴雖然金妃色比 不過他面對的道元真人 更加是當世一等一的人民 能夠駕馭威力無比的青雲諸仙劍陣 一定要將太極原青島修煉到太清境界 這個時候眾人可以見識到他真正的神通威力 勢不可當的勢雲鵬衝到道元真人身前 他周身包著的那層黑氣 都好像要比勢雲鵬的衝散一樣 但這個時候 道元真人伸出手 在身前行行一幻 在半空中 畫出了個急速旋轉的太極圖案 砰一聲 勢雲鵬直射以來 正是射正在這個太極圖案上面 正硬是將這個太極圖案 向後逼逃了三尺 不過 這三尺的距離 也耗盡了石雲鵬所有的攻勢 再武力再向前逼多一步 而且青光逐漸淡 被那個急速旋轉的太極圖一路帶著 也都開始旋轉了上來 鬼賴一體體見 馬上發出一聲長笑 整個身腳起半空 細雲鵬也都向後飛回頭 道元真人打邪看他一眼 一聲冷笑 壽一揮 那個太極圖案當同光芒大勝 向著半空中的鬼賴一直打過去 而且 這個太極圖 剛剛畫出來的時候 只有一個面盤那麼大 但慢慢變得像車輪那麼大 變得桌面那麼大 而且急速的損動之中 將周圍的氣流也都捲動了上來 畏勢無比地向著鬼賴一直打過去 面對著這個驚天動地的一擊 鬼賴一點都不怕 只見他念動咒語 施展天書奇述 他的身形就像鬼沒一樣 忽忍忽然不停地閃動 但是道元真人就像火眼金睛一樣 一點都沒有受到鬼賴其他那些 幻化出來的身形影響 向著最先出現的鬼賴的那個身影 那邊的太極圖案就像一隻巨長一樣 呼!那樣 向著他就直拍下去 啵!一聲響 太極圖案似乎一擊成功 鬼賴的身影就立刻消失 而太極圖也都同時消散 誰知 在這個時候 道元真人他的面色一扁 發出一聲怪笑 立刻騰身而起 他剛剛跳起 在他腳下原來站的地方 啵!那樣像響了個大雷一樣 一條甲襲著無數的泥沙石塊 巨型的虛齒 在地上直射出來 向著半空中的道元真人直射而去 原來鬼賴剛才施展的天書障眼法 畢竟都是握過了道元真人 就是道元真人 以為抓到鬼賴的真身太極圖 一打打出去的時候 其實鬼賴已經潛到地下裏 使出土頓功術 捲起一大股帶著泥沙石塊的氣流 向著道元直射過去 幸好在最後的那瞬間 道元真人終於及時發覺 避過了這一劫 鬼賴這一條大約泥沙石塊的氣柱 一打打空 道元真人就已經將他 身邊的所有黑氣 迎結成一面 有成兩呎幾厚的黑色氣墻 向著鬼賴折壓下去 一時間 鬼賴那條巨型的氣柱 被那面黑色的氣墻 漸漸漸漸地帶著風雷電光 一路壓下去 鬼賴的道行 雖然精進了很多 但是看起來 始終都比不上 道元真人幾百年來的功力 不過 正在一個回合之中 在旁觀眾人的眼裡 道元真人果然功力高絕 但是鬼賴 他通曉了四卷天書 雖然收集的時間比較短 在道行之上 不是已經到了太清境界的 道元真人的對手 但是 恐怕相差也不是很遠 已經夠資格和道元真人一戰 正是憑剛才這個回合 傳了出去 足以震動天下 令鬼賴明星更響 但是可惜 今天不是簡單的比武鬥法 而是生死較量 現在道元真人 那面黑色的氣場 已經來鬼賴越來越近 田畢爾一直看著牆中的情形 他眼裡閃過幾次猶豫的神色之後 終於一咬牙 手裡面 那把赤燕仙劍 汪華大聖 大喝一聲 人劍合一 向著道元真人直衝過去 田畢爾的一身道行非同小可 就算道元真人都不敢輕視 他一聲呼喝 側身一閃 避開了這一劍 怎麼樣 你又出手了 是不是想好了你那些禮義道德的藉口 田畢爾的聲音 林言說 你功德蓋世 但是 現在的確是犯了大錯 我出手和你一戰 是為了歷代祖師 如果你死在我手上 我一定知盡 以作囚者 講完之後 揮動赤燕仙劍 和鬼禮一起 向著道元真人直衝過去 面對著兩大高手的圍攻 道元真人那些公參造化的修行神通 終於顯露無遺 他只是兇手 但是一層懸陰鬼氣 就好像赤黑如脈一樣 也變幻無窮 可攻可守 在半空中 他以一敵意 強行將田畢爾和鬼禮都擋了下來 日天都沒落起下風 田畢爾見到鬼禮著著搶攻 一點都不顧自身的安危 知道他想多些 替自己擋下道元真人的攻勢 他就說 老賊 暈一點 你小心 他還有諸仙劍未出來 誰知他不講猶自可 一講諸仙劍這三個字 鬼禮當堂只覺得心頭一筒 十年前 逼遙被諸仙劍劍到魂飛拍散的情景 立刻湧上心頭 而當年使出那個劍的人 就是面前這個已經變成了半人半魔的道元真人 雜時之間 鬼禮的心 好像被滾熱辣的油辣過一樣 全身的血都沸騰了上來 他本來冷靜的雙眼 現在都變成了一片血紅 向著道元真人 更加好像不要命地 拼命地直打過去 田畢爾真是越打越心驚 一直以來 他都知道自己這個掌門師兄 真是不勢出的奇才 在秀行之上遠遠超過自己 這次 他沒有這麼大的危險來阻止道元真人 都是因為聽到了以前歷代祖師留下的秘密 說入了魔的人 功幸會大幅減退 但是雖然是這樣 田畢爾也做了捨身成人的準備 不過連續幾場的鬥法 道元真人的神通 使得田畢爾更加佩服 甚至他有點懷疑 難道自己這個掌門師兄 他的道行真是高度 可以令到諸仙劍陣 只可以影響他的心智 而沒有辦法影響他的道行 眼看著牆中的鬥法越來越激烈 鬼賴的出手越來越瘋狂 雖然令到道元真人有點吃力 但是他依然滴水不漏 防守而密 找準機會 還會突然施展兩心反擊 照照都不知道多麼狠毒 如果不是田畢爾在旁邊看著 及時補救 鬼賴恐怕已經被他打成重傷 就在形勢越來越危急的時候 突然間場外響起一聲清笑 一個白色的身影飄然而至 天爺神劍 出聲向著道元真人也直攻而去 綠雪旗出手 三大高手合力 局面這樣才為之一扁 道元真人無論神通怎樣厲害 都沒有辦法以一敵三 可以打得贏這三大高手的聯手 漸漸壓力在四面八方 源源不絕地直湧而來 和他對敵這三個人 沒有一個不是道法精奇的高手 手裡面拿的法寶 更加是一個好的一個 而令到鬼賴六書旗他們 覺得有點奇怪的就是 在這樣 道元真人已經落在下風的時候 他自然空手對敵 只是憑自己的一身功夫道行 敵著他們三個 那把他帶上下山的 超凡入勝不可一世的珠仙古劍 現在究竟去了哪裡呢 為什麼在這樣的關頭 道元真人都不拿他出來洗呢 在他們三個漸漸已經壓制著 道元真人的時候 道元真人的形勢已經非常危急 但是 他的神情依舊非常平靜 嘴角仍然帶著一絲 好像很不屑的冷笑 突然間 他雙頌一揮 那些黑色的氣場向外一迫 暫時迫開了他們三個 然後整個人騰身而上 在半空刺中 左手黏著劍訣 右手挖成了一個很奇怪的圖案 在口裡 暗暗沉沉 急速唸動一篇很詭異的周文 暫時迫 三時之間 指著他的五隻手指一片烏黑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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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的烏光 在他頭頂那裡 一片烏雲 突然間翻滾了上來 而且 四周圍陰風大盛 鬼哭陣陣 鬼禮和六鼠旗一眼都看得出 道元真人一定是施展一個非常詭異的魔工法術 你一下大家都不敢辭 而兩個人正想衝上前 向道元攻過去 怎知他們身形剛剛一動 忽然間 就聽了一下 咬咬咬咬 好怪異的聲音 就在他們身後響起 就好像有些什麼 突然間 忽然硬地滅開了 而這些聲音 就在他們身邊發出的 一股冰寒的感覺 煞時間 同時在他們兩個人心頭閃過 兩個人都停住身形 一起轉身 只見在他們身後 田不易那個矮矮肥肥的身形 就更早地停下 這個時候 田不易面上 還保持著 剛才面對著道元 那股憤怒的神色 但這個時候看見他 他面上的神色已經顯得 有些僵硬 雖然凌空站在那裡 赤艷的光華 也都是不停地閃動 但他的身體 他根本上 動都沒有動到 咬咬咬咬咬咬咬 啊 啊 啊 田不易飛行 好艱難 好沙的 啊 叫聲 整身開始劇烈戰鬥 他面上面 曾經 若有若無若 隱若現的黑氣 现在他就好像脈一样已经遮掘着他全部的面容 陆雪奇的手心突然间满满了冷汗 之前在心里面他一直都有一个疑惑 现在突然间又冒上了心头 就是自己这个田师叔 为什么这次见到他 看上去好像肥了这么多似的 现在答案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明天再讲 解画珠仙 各位 各位,相传在古老的南疆梅术里面 有一种在黑梅术之中变化出来的很诡异的梅法 它是可以通过在人的尸体上面 布落着自己的法术法器 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将这具尸体变成了自己攻击的武器 又或者是自己的快捩 这具尸体会完全毫无意识地 帮施法的人去做各种各样 人家命令他要做的事 完全无法反抗 当然,要施展这个法术 练成这些快捩僵尸 首先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人刚刚死了没几岸 他的神智或灵魂还未离开自己的驱体很远 那施法的人可以通过自愿 推压这具尸体的魂魄 然后控罪这具尸体去做出 施法的人想去做过的事 正是因为这种无法太过残忍黑毒 所以在南疆之中也渐渐失传 不过,在古老的典籍里面 偶言都仍有些记载 又或者是变成一段段的传说 还在世间流传 甚至流入中土之中 现在 练就了一身原音鬼器 已经入了魔的导言真人 他用的 正是各种远跪已经失除了很久 偶言之间 只是记载在典籍之中的妖宫魔法